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 这一系列我们分享在圣经里面的一卷书 哥林多前书 在这一卷书里面 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有很多的提醒 而这些提醒 其实在两千年之后 对我们而言 仍然我们在面对 每一个教会 可能都能够在哥林多的这个教会里面的问题当中 看到我们自己 前一天分享在保罗的一个教导 教导什么是属灵 属灵非关乎恩赐才华能力 甚至不关乎我圣经的知识熟不熟悉 也不关乎我有哪些的圣灵的恩赐 恩赐不过是个礼物 那么什么是属灵呢 属灵是属乎这一位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 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当我接受耶稣就是成为我生命的主的时候 我就是把主权交给他 但是我把主权交给他这个概念 在我的生命当中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 属灵是在每一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上 我们学习把主权交还给神 该不该发脾气 把主权交还给神 该不该回嘴 把主权交还给神 该不该继续看电视 该不该继续上网把主权交还给神 而接下来呢 保罗提到另外一个相对的名字 前面讲到属灵 这是一个属乎神的人 过一个属乎神的敬虔的生活 而另外一方面的是什么呢 保罗这样说 他说弟兄们 他称呼哥林多教会这些基督徒说 弟兄们 他说我从前跟你们说话 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 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 一个是属灵的 一个是属肉体的 其实这里面所讲的属肉体 不是不认识神的人 因为前面称他们为弟兄 既然是弟兄 就在主里面是有同样的生命的 有同样一位阿爸父的 所以才是弟兄 那既然都是在基督里面 那么什么是属肉体的呢 后面说 在基督里为婴孩的 那一次就是说 没长大 可能刚信主 刚刚信主 所以属灵的生命很幼小 这叫做婴孩 但是会不会在教会当中 我们回过头来看自己 后面有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信主 好长一段时间了 可是在上帝的眼中 我是不是仍然是那个属灵的婴孩呢 是不是属灵的婴孩 恐怕非关于我受洗多久 我在教会里面多久 而是我的生命 是不是受洗很久了 我每个礼拜都去聚会 却仍然活在那个像小孩子一样 一个没有长大的生命里面 你知道有生命跟没有生命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 就是会长大 我的女儿小的时候玩一个洋娃娃 那洋娃娃好大 她只有刚刚出生很小 她的外婆就是我的岳母 把奇梅我太太小的时候玩的一个洋娃娃给她玩 那个洋娃娃好大一个 可是她刚才很小摆在一起 其实那洋娃娃比她大很多 但是几年之后 女儿慢慢长大 越来越大 而那个洋娃娃始终就是那么大 不一样在哪里 在有生命 有生命就会长大 而如果有生命却不长大 那就生病了 有生命其实很自然的 它就是会成长 但是回过头来 看我自己 我也觉得我常常面对我自己说 主啊 在你的眼中 过去这一年 过去这一年我生病 在生病的过程里面 我属灵的生命有没有成长呢 我经历了那么多事 那么多在疾病当中的一些不舒服 在治疗过程里面的 其实是蛮痛苦的 可是经历了那些 我的生命有没有长大呢 求主帮助我们 不论我们信主多久 求主恩待我们 不会永远是那个 长不大的属灵的阴癌 优优独播剧场——